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原因啊 个人的原因 所以说就没有坐下来跟大家聊天 就是拍这种视频 然后今天终于有空 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几周我最爱穿的单品是什么 因为这一周也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季节嘛 说冷不冷啊 说热不热的一个很奇怪的季节 街上穿什么衣服都有 不管羽绒服啊 短袖啊 风衣啊 皮衣啊 所以属于一个什么单品 什么季节衣服都可以脱出来乱搭的一个季节 然后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近最喜欢的单品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废话不多直接开始好了 然后第一件呢 要不然就直接从身上的开始说起好了 然后身上的这一套 其实包括我身上穿这条裙子 就是裙子之后再跟大家说吧 因为裙子就是还没有穿出门过 因为太冷了 然后等穿出门了 搭配了再跟大家聊 然后先跟大家聊的就是 这个衬衫跟这个毛衣 这两件都是Erasia的 因为之前冬季的时候 就有很多小可爱来跟我推荐他们家的单品 就是说性价比超级高啊 然后用料又好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理这样子 想让我推荐一些单品 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季尾巴了嘛 我也不可能再去花大家的钱买很多单品来跟大家推荐 然后这次正好去逛街的时候 他们在春夏真的太好逛了 我买了非常非常多的单品 所以这次就分批来给大家介绍吧 就是先介绍几件 就之后我再用到的单品 然后再跟大家推荐这样子 我也不想一股脑的给大家推荐 我也没有穿出门 然后这一套里面这个衬衫真的是我的真爱 我超喜欢这个衬衫 这个衬衫它是一个长袖 但它是一个craft的设计 所以会非常的显高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个子比较小 个女生穿上来会觉得很拖沓什么的 然后它的衣服是有点偏丝质那种感觉 我记得它的材质应该不是真丝 因为它价格也没有非常的高 就几十美金这样子 但是非常非常舒服 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大家能看到其实它是一个动物纹的一个设计 它运用这个颜色 就是它里面有棕色 还有一种这种浅浅的绿色 就用这两个颜色去搭配出一种乍看过去 你觉得它就是一件还蛮清新的衬衫的感觉 但你仔细一看才发现它是个动物纹 所以有很多小可爱如果不敢尝试 就是那种非常狂野的 就比较大女人一点的这种动物纹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件衣服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的动物纹 算是大部分人都能hold住动物纹 也很难说谁穿上这件衣服会不好看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腰线的地方做得很高 所以说也不太会有拖沓的感觉之类的 这样子穿一件下面 夏天穿短裤啊或者是裙子啊 然后或者像我这样子搭配一件毛衣在外面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 外面这件毛衣 我当时看它的成分的时候 给我印象深刻 就是里面好像有丝 所以它摸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滑 甚至它的阳光下都有一点点反光的那种效果 其实冬天也买过好几件这种类似的 长度都非常的长 就很欧美人的那种 就基本你要身高1米7以上 你才能在里面套裙子 因为今天有个很流行的搭配嘛 就是你里面穿一条裙子 然后外面搭一件这种V0的毛衣 但大部分欧美这边能买到的毛衣 都是那种比较长款的 那你就要身高很高 你才能hold住这种很拖沓的这种比例 所以我一直很想找一件很短的 然后这次就让我遇到了 我本来想买抹茶绿色 不抹茶绿 它们有一个抹茶绿的颜色 我这个颜色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当时本来想买抹茶绿 因为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考虑到百搭性来说 我还是最后买了这件白色的 真的材质非常非常 穿起来也很舒服 不管你是在家里比较casual的穿它 或者你出门就是这样子 里面搭一件衬衫啊 或者说里面直接搭一件那种吊带 我觉得搭那种蕾丝吊带 然后你这边有一点点 落影落线露出来那种 我觉得也蛮酷的 然后你下面可以配一个 比较酷点的裤装 去综合一下这种比较表气的感觉吧 就你综合一下 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们有在寻找这样的单品的话 完全可以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要推荐它们的一个单品 就是这件黑色的西装 这次这个黑色的西装我还做了一个挑战 用这个西装搭配了四五套衣服 我会把这四五套衣服详细的解决 都放在公众号里面 这个视频的上一个视频 做了一个小短片 记录了一下这几套衣服 然后可能还有其中就是这套 没有记录 因为这套是回纽约之后拍的 所以没有记录在旧金山的小短片里面 那个小短片展示了四套 然后加上这个大概是五套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公众号看一下 今天的话我主要就是 稍微介绍一下这件西装 这件西装也是这次去买的时候一起买的 然后它也有一件白色的 就是浅色的西装 但是我觉得黑色这件更加出彩 所以我就买了黑色这件 相对于那种非常浅的棉麻的西装来说 我觉得这种黑色的西装 就是相对来说跟我的风格会更加融洽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件黑色的西装 它价格不算很低 大概要两百多刀 但版型真的很好 唯一有一点不满意 就它这个垫肩还是不够高 因为我的肩膀属于稍微比较窄一点的那种 所以我会希望把它垫得更宽一点 这个的话它也有垫肩 但相对来会比较薄 所以如果你是肩比较宽的身材的话 其实你买这件衣服也不用太担心 说它的肩会整个凸出去或什么的 但因为我肩膀比较窄一点 所以我会希望它的垫肩更大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黑色的西装非常适合 用来搭配这一类的 就是这种比较花一点的衣服 这里面这件是一件Mango的衬衫 它是有一种粉红色爆纹的 你乍一看可能会觉得 哇这个颜色真的好艳哦 一般像我这种比较酷的女生 是不太会去穿这么花的衣服的 但是你加上一件这种黑色的西装 这整套衣服就合理起来 就整个合理起来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条裙子 一整套都是粉色爆纹的这种 套装这种感觉 然后你外面还搭配一个这个 就非常好能做到两面平衡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展现跟风格 都是偏比较中性一点的 也没有要走软妹的风格 所以我其实碎花裙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两年非常喜欢碎花裙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西装跟碎花裙 或者说皮衣跟碎花裙 或者我很喜欢牛仔外套跟碎花裙 都能产生一种非常好的效果 这些比较硬朗的外套 你直接配牛仔裤或什么 当然也很好看 但是它没有你里面拿去配这些碎花呀 或者是这种比较girly一点的衣服 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力那么强 所以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里面这件它的整个质地 也是非常非常滑的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这种滑不溜溜的这种衬衫啊裙子 就穿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你一穿上去就有春天的感觉 就跟那种毛衣啊什么这种 完全那种材质就区分开来了 这套搭配算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搭配 大家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买同款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单品的话 可以这样子就是搭配考虑一下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这套衣服我搭配了这双靴子 这双靴子其实也算是缘分吧 就非常非常刚好 当时我在Shareweb逛的时候 就在那边逛靴子的时候 其实我今年一直很想买一双这样子的靴子 但是怎么说呢 就一直没买到 因为今年很流行这种靴款嘛 就有一点点歧视靴的感觉 但它下面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给你设计脚脖子 就整个是直筒的这种 那种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脚脖子的原因 就是我本身脚踝不是很细的原因 我对于这种完全不给你脚踝设计的靴子 有一定的就害怕吧 所以我会更希望说能去店里试一下 但是在网上看的 我还是希望能买一些比较保险一点的靴子 那万一买块把我看 退来退去多麻烦对不对 然后当时就在Shareweb逛上面看到这个 天哪路 这个700多刀 打折到300刀 我觉得超级无敌划算 而且正好胜我的马 我的天哪 我当时就想说 我的天哪 这不老天爷逼我买东西吗 你不买的对不起他 你知道对不起他老人家这种精心的设计 然后我就立刻下单了 真的非常蛮喜欢这种靴子 它的皮质 我忘记看它的皮是什么了 摸起来很像羊皮 我不确定它是牛皮和羊皮 但摸起来很像羊皮 就非常非常非常软 然后它的根是这种 就是半圆形这种设计 也不是那种比较土一点的那种方根 根的话大概有9厘米 8厘米 8厘米这么高吧 我虽然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高 因为超过5-6厘米 我就觉得确实 有一点点吃力了 但是这双靴子 因为它整个鞋型的设计啊 还是什么的 就完全不算累的 我那天是逛街逛了3个多小时 脚台开始觉得有点痛 3个小时以内都是OK的 而且我真的是暴走 就3个小时没有停下 就一直在走的那种 一直在逛 完全也没这么休息的那种 正常穿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但这么高的根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女生 未必真的非常的合适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双靴子大家也不知道 能不能买得到的 因为我看到光光还都没了 我不确定能不能买得到 所以也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类似版型的靴子 然后它这个靴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这个脚脖子 这边收起来的这个设计 所以说就会显得你整个腿非常纤细 就不会有那种很压身高的感觉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脚脖子 人有时候小腿为什么会显得粗 就是因为你脚脖子不是很突出 如果你的脚脖子很细的话 你的小腿就像粗一点 你的腿看起来整体还是比较细的 那鞋子也是这个道理 它如果这个地方完全是粗的 你的身高就必须比较高 你才能驾驭得住这种压身高的感觉 但它如果这个地方有做这种 收起来的设计的话 整体人就会显得比较高 所以这双靴子买下来的时候 我当然是不怎么担心的 我一直担心它会不会很难走 但实际非常非常好走 然后它上面这个地方呢 刚好也是碰到我的膝盖这个地方 能够掩盖我腿不是很直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腿不是很直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我的心病 也不能心病吧 就是说我自己认为 我的身材上非常需要遮盖的一个缺点 所以说我不管买鞋子啊 还是买裤子啊 我都会倾向性的去看一下说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遮盖掉这样子 就你不管用来配短裙啊 或者像刚才这个我介绍的 粉色包纹上这种长裙啊 走起来都会非常的洒 比较格力的裙子啊 搭配上这双靴子也会变得更加合理 非常喜欢 绝对是我最近的真爱 大家应该会看到 我经常出镜这双靴子 最近应该会稍微穿的多一点 因为毕竟都这个天气满了 我不知道能穿多久 所以只能尽力的压榨它了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件连体裤 这个算是一个 我只有春夏才会穿的衣服类型吧 因为秋冬的话 这个上厕所真的太麻烦了 所以我基本只有春夏能穿 因为我很喜欢连体裤 连体裤真的非常显高 看起来人会比较干练那种 我真的很喜欢连体裤 但是冬天穿真的太麻烦 然后这个呢 就是Inses那个牌子 是国内设计师的品牌 这次的衣服 也是他们春夏最新款 然后他们前段时间寄给我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们这个格子系列 所以这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这个格子系列 然后这个格子系列呢 它这里还配了个腰带 就是非常显高的一个腰带 把那个腰带拿下去 配另外一件白衬衫了 就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看到 这种非常喜欢的腰带 你可以不妨拿它去搭配一些 其他的衣服 就做一个不一样的撞色 就比如这个颜色的腰带 你可以拿去配黑色的风衣 或者是浅色的风衣 你可以把它搭配起来 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腰带的颜色 我觉得做的也很好看 那如果说这个腰带 你觉得没有那么喜欢 你也可以用一个黑色的皮带 代替它这个腰带 这样子的话 你的腰线会更加明显 这件连体裤有一个 穿搭的小tips 如果大家有想要买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的这块地方 做成一个V领的设计 我把它这样折进去了 这样折进去之后 你扣到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这样V领的感觉 会显得你的脖子更长 如果说你这样子穿的话呢 其实并不能突出 你整个脸型跟脖子的优势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如果有类似这样的衣服 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穿 然后它整个衣服 都是这种比较宽松的感觉 超级舒服 我当时去Sarasota穿这个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任何 穿衣服的感觉 就特别特别的通风凉爽 然后一是你穿这个很遮阳 太阳扇也不用特别去防晒 或者什么你知道脖子啊 手啊或者露出了脚踝 这种地方稍微补一下就可以了 你全身基本是不需要去补防晒的 非常的遮阳 而且它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整个设计是比较宽松的 它也不是那种特别贴身的 再加上它的材质 也是这种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材质 所以穿上身上也非常的舒服 而且相对来说 One Piece这种 就是你出去旅游就很简单嘛 你就套一点就可以走了 然后搭配一个类似颜色的包 或者说跟它的皮带 或者鞋子呼应的包 我觉得这种颜色配棕色 是很好看的 所以可以配棕色包 棕色的鞋之类的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可以出门 你不需要上妆下妆去搭配 或者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大家如果有在找一个这种 很萨很酷很显高的连体裤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一件 然后讲到棕色的包 又不得不说我这个APC的这个包 这个包现在还装着 我上次去旅行装了很多东西 真的好多 里面还有求生欲很强的一个羽绒服 我把它折成这样子 就优衣库的一个羽绒服 把它丢在里面 这个包是不是超大 适合坐飞机用 就如果说你坐飞机需要办公 就你要带一些iPad 或者是电脑上飞机 然后你又不想要背背包的话 这个包真的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看起来又很时髦 就比一般的那种TOTE要时髦的多 然后它上面是有一点点这种草边包 就那种帆布的设计 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皮质的平接 所以不管你是去海岛 还是你去任何一个城市工作 它都能够完美的衔接 这之间的不同 就它也不会太过正式 然后也不会太过的casual 反正就是一款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包 然后材质也非常好 它有一点点重量 毕竟是皮质平接的嘛 但是比起那种全皮的包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轻了 算是一款颜值跟使用性 就是平衡的很好的一款单品 然后它是也算是给我很喜欢的牌子 就AVC这个牌子 他们家的半月包很有名嘛 这次这个包的设计我也很喜欢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包颜值太浅的话 他们也有那种牛仔色 拼接黑色的皮的 也有牛仔色拼接棕色的皮的 然后还有什么条纹 然后拼接红色底皮的那种 反正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各个颜色都有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次这款包 我觉得我今年的飞机包 就被它给承包了 如果你上学不喜欢背背包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个包 我觉得也蛮实用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上学要背很多教科书 然后要背电脑什么 还是建议双肩包 因为我觉得上学的时间太长了 当肩包其实对于你这种骨骼发育是很不好的 你先不说发育吧 真的是成年人 你这样子长期背 也有可能变成高低肩什么的 所以你如果说只是偶尔坐飞机要用 然后你可能背一会就放下来了 那没事 但是如果你上学啊 只要上学一整天 如果在美国这边上课 你每节课都要跑来跑去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 可能会对骨头就有一些压道或者什么的 不是很建议 我还是建议大家上学的话 就背双肩包没有什么好不好看的 我觉得实用最重要 但如果说你平常已经上班了 你要坐飞机啊 或者干嘛的 就是单肩包还挺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一件呢 就是刚才那件的风衣款 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这件变成了风衣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喜欢连体裤 但是你很喜欢这个格子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它这款风衣 它的风衣也是那种很轻很萨那种感觉 相对来说它没有一般的风衣那么压身高 因为一般的风衣它可能会质地啊或什么都会比较厚重一点 所以会让人看起来会比较矮小一点 所以说我对风衣还蛮挑的 因为我肩膀不是很宽 所以说我一般挑选风衣 我会比较偏向挑中比较薄一点的风衣 我觉得相对来说对我的身材没有那么压身高 因为如果说你的风衣肩膀不够宽的话 它又是那种材质非常硬挺的 你就会让人感觉是你被一个很大的 类似一个罩子给罩住的感觉 但这种风衣就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我觉得还蛮推荐 身材比较偏像我这种比较偏瘦的女生 穿这种就会比较显高一点 它整个也是这种比较洒一点的那种感觉 但这种风衣它没有很保暖 所以说如果你指望它很胆风很保暖的话 那倒没有 你还是去选很传统的风衣 这种风衣更多是造型感比较强 然后穿起来就比较时髦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件风衣真的非常酷 跟刚才这件连体裤整个的布料什么都是一样 其实版型有一点不同 这个视频的最后就来跟大家介绍两条牛仔裤 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也是上次的西装挑战里面用到的两条牛仔裤 这条呢是我去旧金山的Urban Outfitter买的 它是一条一个裤管子黑色 一个裤管子灰色的牛仔裤 不过这条好像在线上已经卖完了 就是online的Urban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家里附近的Urban去看一下 我觉得不一定还有货 因为当时我去旧金山的时候它的货是满的 就是所有的号码都是全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坐在旧金山的话可以直接去店里看一下 我估计也许还有 然后这个我当时买的是25码 我平常是穿24 但是24有一点太紧了 就特别特别紧 所以我就穿了25 然后还有大家之前也问过我说 你怎么会穿24这么细的腰 是不是很不正常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国内的24跟国外的24一不一样 然后我的腰尾大概是60 63这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大概这样子 然后我一般穿24 然后这条穿的是25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条裤子不仅很特别 因为板型非常好 显的腿非常非常非常直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我的膝盖这关真的不是很直 我穿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板型不是很好 这条裤子 我这个腿不是很直的问题 就会暴露无遗 但这条裤子非常非常好 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说 比较硬一点点 不算是那种穿着可以做瑜伽的裤子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舒服 但是它的颜值上 我忍了 就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觉得如果你是酷女孩的话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穿牛仔裤 接下来这条就是我今年吧 今年从开年以来 就非常喜欢的一条牛仔裤 然后这条牛仔裤就是 能够穿着做瑜伽的 超软 而且非常的有弹性 这条牛仔裤是来自DL1961 是一个就从他们这个品牌开始 在硬实就一直挺红的一个牌子 很多明星也都穿过他们的裤子 然后这条裤子是我当时看上的 就一个版型非常好看 也是在shop up上面买的 它是一条这种阔腿裤 所以说它完全也没有什么腿型的问题 不管你是胖是瘦 什么腿型 基本上都不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的很舒服一条牛仔裤 我平常在家里经常穿这条 因为它又很酷 然后很有style 但是它又很舒服这样子 然后它下面特地做这种做旧的设计 你看这种破破的做旧 牛仔裤 我之前有一个lookbook里面 就是冬天的一个lookbook 穿了一个黄色的外套 然后搭配的也是这个 这个基本上你不管是搭配 稍微比较软一点的 像一句比如花衬衫啊 或者说你搭配一个很酷的皮衣什么的 它都完全可以驾驭得住 如果说你有预算 想要买一条这样子比较酷的 扩腿牛仔裤的话 这条裤子我非常推荐 然后这条裤子我买的是25码 但是有一点大 所以跟我差不多腰尾的妹子 我建议买24会比较合适一点 如果有的话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时尚单品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视频里面 获得一些穿大灵感之类的 那我就非常非常开心啦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的美妆穿大的话 记得去关注我的微博 Instant公众号哦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